跟各位介绍如何下载小影APP注意事项 那我这是安卓手机直接点选Play商店 iPhone同学直接点App Store 在搜寻的地方点一下 输入那因为之前有练习过那我这边直接输入你要的字小影中文就可以了 那这边点选里面找到有一个橘色是后面有很多一串字这个就是了小影影片剪辑这个 那点进来之后 第一次安装会出现安装 那如果你曾经安装过的则会出现了一个叫做开启或者是 更新的界面 那因为我这边说明一下安装注意事项 那安装的步骤比较久我先暂停一下 好这个是我现在安装快完成好这个时候都还是要做等待 还没出现绿色的开启就代表还没安装完成 那我现在出现了一个是 绿色的开启一个是另外一个解除安装 那目前我们要的是点选开启这个按钮 那第一次安装的话会有这些 说明同意才能够继续使用它 所以这边我们要 也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说明 那还是有一些隐私政策要 要 读取 好那我们点选这个同意并继续 点选下方这个同意并继续 进来 就是我们的 画面的主画面 小心不要 他还有可能出现广告 这个地方他也是 有点要 广告式的跟你讲说他 三天可以免费试用或是怎么有更多的功能 意思说他这边 让你马上先试用好用的功能 你喜欢可以 继续 不过这个时候都可能会要你绑住 我不要 所以这个画面 小心不要按继续 按了也没关系 再返回上一层就好 这边比较留意的是这个 他的画面里面有一颗 在这边 左上角 很小 因为他颜色亮亮的 你看不到 这个是叉叉的选项 直接点 就回来主画面 那进来的时候也要小心 请不要点选我们的 这个 免费试用 只要看到试用这两个字 其实虽然免费 我故意点给你看 事实上你不用点 点进来 又要叫你去做一个 登录 账号 还有绑住一个月多少的 功能很强 不过目前我们不需要 这个画面请不用做任何继续动作 返回上一页 OK好那这个画面就记得免费试用都是代表要付费 要你绑住 好那这个第1个注意事项 先同意并继续看到广告 隐藏版的叉叉要小心 遇到免费试用或是叫你要 解除一些限制的都不要 接下来第2个注意事项 因为我们这边目前是 代表的是我们现在显示的 这个都先不用按 他只是要说明 那你重点是要看这一行字 这个我们要的是这个 点击开始剪辑 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创建立 所以这一颗是我们的一个动作 那又要另外一个注意事项要请各位注意看 点选开始剪辑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他将使用全线来制作 那你虽然说全线看起来很害怕 那这边必须说明 因为这套工具就是要来编辑你的照片 会变成影片 或编辑你的影片 你一定要允许他才能够让你去做储存动作 所以这边要按允许 又另外一个 他问你要不要去 存取里面的相片或装置 那一定要 允许你才能记得编辑 那iPhone的同学你要注意你里面有个选项 选取的照片的时候要选所有 好这个地方请各位注意 OK这样就是进来你的画面 OK好来说明到这边 OK 谢谢你 感谢观看